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请放掌 关于多善根少善根 我们已经说了两节课 昨天我们说到了诸行的本质 诸行的本质 凡夫来说就是有漏有违 颠倒虚假 所以不能往生 单靠诸行 若做如此安心起行者 欲求生彼佛净土 此必不可以说明了 今天我们再有几个小细节 再来给他扫清一下 那么就说 我们对凡夫众生 为什么他会想当然地认为 诸行是多善 而贬义念佛呢 常人就会这么认为 你光念佛这少善根 广修诸行才是多善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第一个就是颠倒 颠倒众生 颠倒众生 他就是倒过来的 以少为多 不能往生的 以为能往生的 以为能往生的 以为他是不能往生的 说专念佛一定往生 说哪那么容易 他就被颠倒了吗 杂行杂志行 不能往生说 哎 这还差不多 以染为净 因为我们这个杂行啊 就是杂毒之善 染物的 他以为这个可以往生的净土 那六子名号念佛不行 妄想太多 这杂染太多 这可能不行 这就是颠倒 第二个就焦慢 焦慢 在圣教级九六页 《无量书经》说 焦慢必懈怠 难以信此法 因为焦慢心 就是自以为自己所修的点笛 人天些少善根 这些微弱善根 杂染颠倒 虚假不实的 他以为非常的高妙 所以焦慢 看不起专修念佛 认为六字名号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简单六个字而已 这是焦慢 连佛都看不起了 难以信此法 难以相信这个专修念佛 必定往生的法门 第三呢 无智故 就是没有智慧 在我们圣教级128页 128页 也就是《无量书经》 最后说到了 第二段开始 佛告此事 若有众生 以疑惑心修诸功德 怀疑 怨生彼国 修诸功德 这些疑惑心修诸功德 就杂心杂修 怨生彼国 他也是愿往生 但是呢 他不能专修念佛 以疑惑心 不了佛制 不思义制 不可称制 大乘广制 无等无伦 最上圣制 这列了呢 五个智慧 不了佛制 佛制是总的 后面呢 不思义制 不可称制 大乘广制 无等无伦 最上圣制 这讲的就是说 念佛必定往生 是阿弥陀佛的智慧 那么这样 阿弥陀佛的智慧 就比佛志愿海嘛 阿弥陀佛的智慧 就体现在48页 尤其集中体现在 念佛往生的本月 那么这样的智慧呢 是不可思议的 超越我们凡夫思议的境界 是不可称量的 是可以广度一些众生的 依佛称的法门 所以大称广 是无等无伦 最上圣 没有能够更加超越的了 与此诸致 疑惑不幸 对此等阿弥陀佛 这种圆满的智慧 他怀疑 疑惑不幸 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是无等无伦 最上圣制吗 就是不思议制吗 大乘广制吗 就是他不敢相信 就是智慧不够 然由信罪福 他只能信什么呢 由是还 还相信罪福因果报应 这个罪福显然是 三界内的事 前面讲的这些 不可称制 不思议制 大乘广制 无等无伦 最上圣制 佛制 这是超越三界之外的 而且是诸佛 阿弥陀佛本地的境界 就是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他当然 就是超过他的 思议 经验 感觉 他只能三界之内 罪福是我们 凡夫日常的事 他相信这个 所以显然是智慧不够 这由信罪福 修习善本 怨胜弃国 所以他所修的呢 都是 就是 世间的福业 就是 修习善本 修习种种的善法 以此作为根本 所以本钱 怨胜阿弥陀净土 所以显然那是没有智慧 好了 接下来我们说明呢 为什么诸行回向 也有能往生的呢 那说诸行是 少善跟 杂行杂修 少善不能往生吗 为什么也有能往生呢 那我不能往生 上大说了呢 就是说 若做如此安心起行者 此必不可以 这一段我们昨天说过了 645页最后一行 若做如此安心起行者 如果你这样安心 就是完全靠 杂行杂修 说这个满了 我这个来安心 来修行 这样不能往生 那么怎样才能往生呢 虽然修的是杂行 但安心给它换过来 换为三心 就智成心 身心回向发愿心 这样就能往生 那么这个三心呢 讲老实话 就是念佛心 智成心是真实心 真实心是什么 六字名号真实 所性真实 这个能性啊 才是真实的 那么身心呢 那是两种身心 身心自己没有力量 罪恶身是凡夫 再怎样修行 都是罪恶身是凡夫 旷界以来 常磨常流转 无有处理之缘 第二种身心呢 叫身心阿弥陀佛了 靠阿弥陀愿力 所以比阿弥陀佛48月 摄数众生 无以无力 趁比愿力 定得往生 那么这样的两种身心 就是把我们转换了 虽然在行这个 行业上还是在诸行 但是内心里边 他知道 我这要靠我这个不行的 我要靠阿弥陀愿力 但是呢 靠的不彻底 就是这个法 没完全通道 因为这个本来 就是一个方便引导 方便引导 就是从台阶过去 登台入室 那这个台阶还不能拆掉 所以呢 这个我就没有 我们不用讲太多了 大家知道呢 诸行回向 以三行回向 就是如果紧简单单 靠诸行是不行的 那么三行回向 是靠佛力 尤其是身心 两种身心 是个转换 这样呢 也能往生 但是三行回向比较难 因为他的行业 他溜着劲 行业是自己在搞一套 那个东西 然后呢 安心要去靠阿弥陀佛 他不像念佛啊 是内外真实一如 心形 都是相协调一致的 这样呢 心形就有点 变着劲 这样就比较难 所以往生净土呢 百中西的一二 千中西的三五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观经 念佛居下品 那你说念佛是多善根 苏圣善根 无上善根 应该往生上上品呢 在观经里边 你看九品往生 前面讲的都是 大乘服业啊 小乘服业啊 还有世间服业啊 念佛这么殊胜 为什么放到下背三品呢 那不是善根少了吗 难免有人会这样的疑惑 大家知道 这个观经呢 是一幅比较特殊的经典 它的特殊性在于是 方便引导 诸行的人 就是 他是站在呢 诸行众生这个立场上 来引导他 诸行是错误的观念 但是错误的观念 要引导他 要回到专修念佛当中 你必须先要呢 顺他的话说 所以观经叫到前面 讲诸行往生的时候 叫随他意 那么既然随他意 那你当然叫鼓励两句 肯定几句 到最后念佛呢 才是随自意 随自意引到哪个地方 就是观经最后的结尾 就是刘通芬 说阿难如好吃适语 吃适语者 即是吃无量受佛名 那么定善散善 这个诸行杂行都不谈了 然后单独标出念佛 所以我们要知道呢 观经把念佛放在下品 它是有几个意义 一是方便随顺众生的交慢心 众生以诸行杂行为优胜 这是交慢 就是威提琪夫人 她就是也很交慢 维尔世尊教我思维 教我正受 她还修定观呢 释迦牟尼佛说定观啊 要靠自理修行定观 你是达不到的 要靠佛力观 而且呢 不仅定观散善也可以的 这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自开散善 散善当中呢 最散乱心的人是念佛 放在下下品 所以显示呢 极上之法 能救极恶之机 这也放在下下品 同时他是为了调伏我们的交慢根基 为了接引 为调伏故 为接引故 为了导规的缘故 所以随他意的 那么就把念佛呢 放在下品 这我已经在阿弥陀经啊 这讲的就相当多了 同时大家知道 念佛放下品是一个方便的说法 并不说念佛一定在下品 求品当中 上上品都说了 不离念佛 因为三星 就是讲的念佛的 九品不能离开三星 另外九品是三倍 开合的不同 三倍 每一倍都讲一项钻念 所以关键的九品 如果真正会通达的话 你要看上上品里边 他虽然讲 他讲这个上上品 是讲的根基的 就是你这样的众生 你属于上上品的根基 但是你往生的本因 还在哪里呢 在于三星导规一项端念 这个讲的比较隐秘 所以真正讲往生 只有一个 只有叫一类往生 都是念佛往生的 除了念佛之外 没有往生 那么经文不是明明讲到 诸行回向可以往生吗 我已经说过了比喻 如果大家听过法的 就要明白 就好我们一个人去办事 你去办事 跑去了打回票了 不行 办不了 好 你回头过来个老板一汇报 老板说 哎呀 我没跟你说清楚 你再去 你就说 是我讲的 什么什么事 好 又去 又办成了 那同样一个人 为什么前面来办不成 后面来办成了呢 那到底谁办成呢 你说 这不是大老板在后面吗 但是呢 出面还是你 因为你开始去 是依你的名义 那办不成的 你回头过来 依你老板的名义 那就办成了 就像我们这个诸行回向 所以若做如此安心起行者 你单靠诸行去 打回票 不行 回头过来 三行靠阿弥陀 阿弥陀 再去 这就能往生了 为什么 这是靠到 你现在你办 出面是你 但是那个能力 是背后那个人 所以我们好像是用这个诸行回向 出面还是诸行 但是背后 以三心靠上阿弥陀佛 所以说一类往生 就是唯一是念佛往生 所以上海大就说 此经四十八月 无量书经四十八月 唯一名专念 弥陀名号得生 观经 此经定善文中 唯一标专念 弥陀名号得生 所以这上海大 他才能做出这样的解释 你看经文的表面意义 所以要一意不一语 表面不要死于文字上 表面看是说定善散善 靠这个去往生的 但本质来讲 唯一标专念弥陀名号得生 唯一的 没有别的 所以所有一些往生 都是念佛 不过这种念佛呢 有一种是 直接的 专修名号这个行业表现 再一个呢 是三心呢 是转过来 就是它的本质是一念佛 它表象呢 还是在这个福业啊 诸行当中 这个今天不能细讲 阿弥陀金归宗节里边呢 有详细的说明 点到这个地方 想古不用重锤 如果我现在如果讲多了 可能有的人要糊涂了 好了 关于多善根少善根 我们就辩析到这里 第二个辩析的难点 就是一心不乱 经文下面啊 说到支持名号 然后呢 若一日到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关于一心不乱呢 其实说实在的 绝大多数人 看到这四个字就乱掉了 因为觉得太难了 这一心不乱呢 一心这两个字呢 有两种解释 一个就是信愿一心 信愿 信心 一心意义的归命 相信 一心信乐 一心愿生 这个是一种 就信愿 安心这一方面 第二种解释呢 就是在行业 行持这一方面 讲禅定一心 这一心啊 就不起妄想杂念 解释的更高的时候 是一心不乱 礼一心不乱 偶尔大师说 是一心不乱 是阿罗汉境界 礼一心不乱 是破无名 无神法人菩萨境界 那谈不上吗 我们大致知道 这一心呢 有两种解释 如果信愿一心 那就一心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 信愿一心 就像我们小孩读书的时候 父母说 你好好读书啊 专心啊 一心一意啊 不要那个 这不都一心吗 你们现在很多人在家 都是在家居士的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 你找对象 是不是要一心啊 对不对 这显然的嘛 你三心二意的话 这个你父母也不能同意你啊 你对象也不能同意你啊 然后这个社会风潮也不好 这个人不行 哗得很 哗了 你这个不是一心一意啊 这人很好 你看他很正派 对这个感情就很和和 这个不都是我们凡夫做得到的吗 你们不都做得很好吗 把这个心转过来 来念佛 这就一心了 像孩子念妈妈 母子相依 说如子亦母 如母亦子 这个念佛原宗章的说啊 师方如来 明念众生 如母亦子 若子逃逝 遂亦何为 佛连缅众生 意念众生 像母亲念孩子 母亲念孩子 那一心一意的 但如果孩子你逃跑 母亲想念你没用 子若亦母 如母亦时 母子离圣不向为远 这孩子想念母亲 也像母亲想念孩子一样了 他两个就永远在一块 不会离开了 若众生心意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那我们母子相依的时候 一定是一心一意的 你看小孩 他就非常聪明 幼儿园学生放学了 从那门一出来 像鸟一样 啪一飞出来 他保证一个对一个 你看 他妈三十岁 或者三十五岁 这一排三十五岁的女的 他小孩绝对不会抱错腿的 都是三十五岁 然后这个抱抱 那个抱一抱 他绝对 他就是精准得很 一心一意嘛 他一心归到他妈那去了 这不就一心了吗 所以在念佛 像这样的安心 这叫信愿一心 我们就一心归头佛 所以我们很多人呢 你真不知道 他到底是信的是谁 你放他家佛堂一看 好多 这个佛 那个佛 既然小孩儿让人 谁是你妈 这五个女的都是我妈 怎么会五个女人都是你妈呢 你本尊是谁呀 你往他家的佛堂一看 他给你炫耀 你看我请了这个佛像多庄严 我这个古董 我这个什么 这一看就知道 他修行就是没有上 就是信仰上没有建立 没有建立一个专一的信仰 你佛堂 所以我们专门说要专 专供专拜 那么如果是禅定一心呢 就是男行道 我们做不到 那是一心 理一心更不说了 所以这一心有两种 一个安心 一个是行业 安心就是讲性 性就是一心闺蜜 一心幸乐 一心怨生 行就是一心专念 一心称佛 无量书经说呢 一向专念 系念不乱 在我们玄奘大师一本说 系念不乱 那么这两种一心不乱 这个一心正确的答案 我们说了 这一心呢 是含有安心和起行 这两个层面 那么正确的答案呢 从安心的角度来说 就是一心闺蜜 也就是激发良荣身性 激发良荣身性 就是一心 也就是一心意愿往生的意思 从安心的层面 一心是很容易的 那么从行业的层面来讲呢 这一心也很容易 就是专 所以上海大师屡次都说 一心专念 专心 专一 这就是不乱 不乱不杂乱 就是专 专而又专 一向专念 所以并不是说 要达到是一心理心 什么禅定一心 不起妄想杂念 根本就跟着扯不上边 你要把这个一心不乱理解为 不起妄想杂念呢 要达到禅定啊 专定心神呢 其实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这个一点关系没有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先把答案说出来 下面我们来证明 先从文理 就是经文的文理来说明 我们来看呢 三十二页 这个上下对着看 三十二页呢 上半部分是 罗氏大师的一本 下半部分呢 是玄奘大师的一本 那么罗氏大师一本里边呢 有所谓的支持名号 若一日到若七日后面写 一心不乱 那么我们看玄奘 这罗氏大师一本 看玄奘大师一本呢 看三十二页下面 他说 我们从三十一页开始 有舍利子 若有尽性诸善男子 或善女人 德文如是无量受佛 无量无便 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极乐世界功德庄严 接下来说 文以思维 若一日夜 或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跟上面一模一样 若一日若七日 系念不乱 这里讲了 不乱两个字有 但是他没有讲到一心不乱 他讲说文以思维 系念不乱 这个系念就是前面讲的 支持名号 系念就是支持 那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呢 文以思维就是安心 就是说你听闻到 阿弥陀无量无便 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然后内心里面 领纳受持 这么大的功德 这么大的功德 你懂得本愿救度 文以思维 这个思维就是 你就是安心了嘛 所以文其名号 信心欢喜 那么这里所讲的 如果把这个经文 对照起来 它就有安心和起行 两方面 系念不乱 系念就是起行 思维 文以思维 这个地方呢 就是安心 所以我们知道 所谓的一心不乱 我们在 罗氏大使一份当中说 支持名号 那么支持名号呢 就是起行的 他说文说阿弥陀佛 支持名号 一心不乱 那我们就知道 文说阿弥陀佛 和下面的一心不乱 构在一起 就是他怎么能够 一心不乱呢 文以思维 信愿一心 这就是一心不乱 从这文理上来看 这里的一心 就是指信愿一心 为什么 因为讲到文以思维 系念不乱 这样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这段经文呢 其实呢 是有安心起行 作业这三方面的 安心就是文说阿弥陀佛 一心不乱 这属于安心 那起行呢 就支持名号 作业呢 就这起行的延续 就是若一日到若七日 然后一辈子上进一心 这叫作业 大家看 这个作业 就是我们小孩子 教作业那个作业两个字 就是说呢 常识熏修 只称为作业 业力啊 这个平成业程 形成这个业 另外我们要知道 前面说 我们既然知道了 这个名号 是多善根 这个多善根呢 是多到什么程度 大家知道吗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功德名号 对不对 这个多是无量无边的 那么既然 名号既然是无量 那就要求支持 必须专一 这个名号无量 为什么要求支持专一呢 因为名号是无量的 如果你支持的心 就是所念的名号 功德是无量 那么要求能量的心 必须专一的 为什么 因为无量是不可分割的 你一分割了 无量嘛 它静虚空变法 是圆满的 它是圆满的 它不能分割 它要求是整体 专一 专和一都是整体 所以如果你要 杂心杂修了 比如你二心 你有两条心 那你不就 怎么能叫无量 你二心就不能是无量啊 那无量 必然要求是一心啊 因为你二心 你认为它工作 就说你认为 比如我念佛 我认为念佛功德不圆满 我所以才要靠 别的功德来补充它 那怎么叫无量呢 它就变成有量那样 它就成了碎片化 实际上无量 它就必须是整体 是圆满的 它就是一 所以一即一切 一就是无量 它必然要求一心 要求支持 必须专一 所以我们从文理上 我们第一个问题 如果解决了 知道零号 念佛是多善根 这个多是无量的意思 是无量无边的话 那么必然的要求你 接下来支持名号 必然是要求专一 那也就说明这里的一心 就是这个专一的心 信顺一心归命 称名是一心专念 这样理解起来 那毫无难处 所以我们读经文 你这样的理解它 你就不会说 死于具象 一文解义 不会那样的 因为它这个文脉 文气它从上 它是一致性的 所以我们看 玄奘大一本 它讲得非常清楚 文说阿弥陀 无量无边 德本如是无量受佛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那你当然就要 就一定要支持名号 要一心不乱 一定是这样 下面我们举经证 刚才我们讲的是文理 文理我们从安心起心作业 然后讲名号是无量功德 必须要求支持 必须专一 名号就是无量了 我们要支持名号 这支持名号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 它一定是要得出 一心不乱这一个结局 名号就是无量 支持必须专一 一心一心就必然往生 一心一心必生 杂心杂心就不生 我们举看经文的文证 那刚才我们讲的文理呢 也是就阿弥陀经所提的证据 就是一心不乱本身 它就含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系念不乱 就是专一不乱 专一不杂 我们再看大经 大经说呢 圣教级九十一页 就是第十八院的陈旧文 到处第二行开始 诸有众生 文其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 知情回向 愿神彼国 急得往生 诸不退转 我们这说文书阿弥陀佛 支持名号 他这说文其名号 这一样的 前面说善良的善女人 这是说呢 诸有众生也是一样的 那文其名号 信心欢喜 为什么信心欢喜 前面说了 文以思维 那不就才有信心欢喜吗 所以这里是一样 那我们阿弥陀经比较简略 这里讲信心欢喜 阿弥陀经讲一心不乱 就是一个意思 你信心欢喜了 你就一心不乱了 那你还要乱着 你心里面怎么会欢喜呢 你有信心 你心里绝对是不乱的 你有什么不乱啊 你有底啊 你有底气啊 你知道往生一定啊 往生一定的还会乱吗 你都往生一定了 你就不乱了 你往生不定 你就乱了 你怎么样的禅定 都不管用 你往生一定 这个一定并不说 要禅定的定 这虽然也是一个定子 但是跟你禅定 没有关系 就是说正定之业 你决定往生了 所以不也是定吗 这个定就让你不乱了 天下大乱 平定了 难道每个人 都去修禅定去了吗 他不都安心了吗 国家形势好了 他不是说都去修禅定 在天下大平定了 大家呢 心里就安了 所以这个一心是很简单 阿弥陀佛让我们心中平 现在我们心里边是叫做盗贼风袭 六贼在那里 解脱善根法财来 阿弥陀佛来 用六字名号给你平定了 你心里就安定下来了 所以这个一心不乱 就是信心欢喜 为什么要解释为信心欢 因为第十八愿 是阿弥陀佛的根本愿 所有些念佛往生 就以这个愿 为根本的标准 释迦牟尼佛来讲 念佛往生 不可能离开阿弥陀佛的本愿 他两个之间呢 必须要有关联度 你毕竟是往生 阿弥陀佛的国土 都是以谜佛的本愿为原则 第二呢 就是本愿文 六页 不用看 大家也会背的 第十八言文 受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至心信乐 遇生我国 乃至失恋 若不生者不去证诀 这里讲了 至心信乐 遇生我国 也是指呢 三心 这三心在这里讲一心 所以一心不乱 就讲至心信乐 遇生 一心信乐 所以上大说 一心信乐 一心愿生 一心专念 那讲的都是一回事 再就是大经三碑文 九十二页 这也都是讲一心 我们就把这一心 说在一起 九十二页 三碑文 其上碑者 舍加其欲 而作沙门 发菩提心 这上碑的人 一心专念 无量受福 将一心专念 好 再看 其中碑者 九十三页 虽不能行作沙门 大修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钻念 无量受福 将一向钻念 好 再看 下碑者 假使不能作主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念 乃至失念 念无量受福 这不是跟本院是一样吗 说的乃至失念了 然后说呢 怨生弃国 若闻生法 欢喜幸乐 讲欢喜幸乐 也是一心 不生疑惑 乃至一念 念于彼佛 以至成心 怨生弃国 这跟官经讲的 跟本院讲的 智幸幸乐 余生 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就知道 所谓的一项专念 一项专意 就讲两个一项专念 讲了一个一项专意 也就是 一心的意思 也就是呢 智成心 深心 回向发运心 智幸幸乐 余生我国 所以这个 安心啊 都是一样 再看呢 一百六十七页 关经 我就是点到为止 不用讲太多 一百六十七页 翻到圣教集 若有众生 怨生彼国者 发三种心 即便往生 何等为三 一者智成心 二者伸心 三者回向发怨心 聚三心者 必生彼国 这跟五量寿经的 第十八页 也是一模一样 跟我们刚才读的 三笔网生文 也是一模一样 一者智成心 就是智心 二者伸心 就是智心 幸乐 三者回向发怨心 就是欲生我国 有怨生彼国的意思 那刚才我们读的 下评下诚文 也是一样的 他说呢 若我们生法 欢喜幸乐 这是幸乐吗 生法 就是身心吗 然后一智成心 怨生起国 一边智成心吗 怨生彼国 不就回向发怨心吗 所以呢 这都一模一样 就知道呢 大经三辈也好 观经讲的三心也好 都是安心的 那么阿弥陀经当中 怎么能缺掉安心呢 所以大经的 第十八页 智心 幸乐 欲生 我国 这叫三心 这叫安心 后面乃至十念 叫起行 那么 成就文说呢 文旗名号 信心欢喜 这是安心 乃至一念 这是起行 像这个 最后的 一念大立文 就是 西游德文 彼佛名号 欢喜踊跃 乃至一念 这个 欢喜踊跃 是安心 乃至一念 这是后面的起行 那么阿弥陀经里边说 文说阿弥陀支持名号 这就是呢 起行 他必然要有安心的 他不可能没有安心啊 所以安心起行 是我们这样念阿弥陀佛 你心安在哪个地方 是信受弥陀救度 是愿生弥陀净土 所以呢 这个一心不乱 他就是指安心的 之所以反复这样说明啊 是说明不要把它理解为 或者说 单独理解为 是要 要 因为我没办理解 就是禅定啊 信不起妄想杂念啊 你都把安心都忘掉了 完全只是从这个 起行上面来说明 要知道这里所讲的 恰恰是 安心的成分 在安心的前提下 然后再讲起行 那个起行就容易了 还有我们看 观金下评下生 也有安心起行 179页 如若不能念 比佛者 应称五量受佛 如是至心 令生不绝 具足实念 称达姆阿弥陀佛 如是至心 这就安心 至成心 身心回向发 安心 这里呢 不过简略了 就说至心 令生不绝 就是直持名号 若一日若二日 不过这里呢 他时间短 寿命短 他念不到七天 他念什么呢 具足实念 只念了十身 当下就往生西方净土 所以呢 下评下生 知这么短 也是有安心起行 那我们阿弥陀经讲的是平常 日常性的炼火 当然这里的一心 就指安心 一心就是三心 三心就是一心 所以天经菩萨呢 就说我一心归命 我一心归命 三心啊 大家觉得三心是把一个心呢 用三个层面来说明 为了说明它不虚假 说它是真实心 为了说明这个心呢 是生 决定 坚固不动摇 说生心 为了说明这个心呢 它的方向 是趋向净土 所以说回向发现心 这三个心其实是一个心 并没有三个心 所以 二合八道玉里边 是 就在对面 弥陀就呼唤我们说 如一心正念之来 我能忽如 所以三心 就是一心的 三个层面来说明 这个在 应该是在 净土宗概论 还有阿弥陀经 归宗节当中啊 我都有说明的 我就不讲太多了 212页 世尊我一心归命 尽时方无外光如来 愿生安乐果 这一心归命 这就是一心 就是安心的 尽时方无外光如来 这是 称民门 起行 所以呢就是 知识名号 后面就是称民号 这里就是讲的 一心不乱的意思 657页 这个如一心正念之来啊 其实是非常 这你看三小大师讲的话 那真的是妙 玄 就是妙诀了 如就是十方众生 十方众生呢 他解释一个字 就是你 不要认为东张西方是别人 你搞错了 就是你 如 知道吧 如 一心 一心就是 就是指什么呢 一心就是指 三心 就知神心 身现回家发现心 正念 就是指知识名号 称民 直来 就是 愿生我的净土 你过来过来 直接过来 所以直正念 就是指乃至实念 一心呢 就是自信信乐 直来就是遇生我国 所以这个 你看他解释的 对第十八面的解释 又通畅 又明了 又简洁 我能忽辱 就是若不胜者 不屈正觉 你怕什么呢 我能保护你 用正觉保护你 这我不畏 堕于水火之难 就是 唯主武力 诽谤政法 水火之难 就是 你贪生烦恼 水火 我能除掉你 我能救度你 所以他的解释 是非常非常的精道 好了 我们举出了大经 以及观经 来说明 安心 就是支持名号的安心 小经 他不可能缺点安心的 那么安心在哪里 就在这个一心不乱 这一心 他如何的安心 就是讲信愿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经证 来说明他 我们来推理 他必然 这个一心 就是指的是 安心 信愿的 信愿 那么我们另外也知道呢 天台宗啊 虽然把这个一心解释 为有 是一心不乱 理心不乱 但大家如果 回去仔细看 天台的书 还有 偶尔大师的 迷逗耀解 大家就要能发现 它是有两个层面 来解释的 第一个就是 信愿一心 第二个将是 理事一心 虽然有两个层面的解释 但是侧重于 信愿一心的 因为这理心 事一心 不是凡夫做得到的 事一心是阿罗汉境界 你怎么做得到 你男性到呀 理心是 无神法人菩萨 也破无名的菩萨 那你怎么做得到呢 何况这个 阿弥陀经是为 无弱事凡夫 说辞一切事件 男性之法 他怎么会把 事一心理心 哪跟你讲呢 所以他解释那个地方 是以天台宗的教理 来解释 那目的是 什么呢 以难显易 说你看 你要达到这个程度 太难了 那要显示容易 就是来显示 安心的容易的 那目的是要舍难取易 连天台宗都这样了 何况净土宗呢 所以如果你还要 去搞要怎样怎样的 不惜妄想杂念 一点头发丝的关系 都没有了 纯粹属于你个人的妄想 你自己想出来那么一套 所以我们众生啊 真的是学佛法 有很多搞自己东西 搞一套发明 叫自立调章 自己啊 那套规矩 那么从道理来说呢 诸经里边的念佛网生 不可能违避迷途的本院 所以弥大本院讲 自信信乐 那这里也是一样 刚才说过了 那么这就讲 我们佛法讲 弃离弃鸡 那请问释迦牟尼佛讲法 会不会弃离不弃鸡啊 或者说对鸡可以 都不弃鸡啊 那不可能啊 释迦牟尼佛是圆满 这个圆满的 真于者事于者 他说法是点点滴滴 一点都不漏 一点都不少的 是最圆满弃离弃鸡的 那么在净土法门当中 所讲的弃离 就是上弃弥陀本院 所谓弃鸡呢 是下弃 这个武浊 众生的根基 下弃武浊凡夫 所以违反说法 一定是凡夫 堪受堪行 就是凡夫啊 他能够做得到的 那如果解释为 是一心不乱 离心不乱 根本没门 如果一定解释为呢 禅定一心 那也是难行道 也做不到 所以呢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因为魏武 若是众生 杂乱 颠倒 写见凡夫众生啊 说辞男性之法 不是说男性道的 说的是异性道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祖师的解释 看775页 法师战的内容 这个战记啊 是上海大师 解释前面 引用的经文的 这个经文里边 这一段 就是核心的经文 都列在这里了 那么看上海大师 怎么解释呢 你看第一句 极乐无为涅槃界 极乐无为涅槃界 它是解释什么呢 它是解释前面的 说德欲如是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地方 上海大师说 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是无为涅槃界 就极乐世界是暴徒 无为涅槃的境界 就对整个前面 阿弥陀经来赞叹 极乐世界种种庄严 说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那么上海大师 就给他定了一个位子 说这样的净土 是无为涅槃界 这样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地方 是无为涅槃界 是解释在他前面 然后下面说 随缘砸善恐难生 这句话是解释 不可以少善 跟夫的姻缘得神彼国 随缘砸善 就属于少善跟夫得 就是我们自己 砸行砸修 砸独至善 虚假之行 这些呢 恐怕难以往生 大师说话比较含蓄 大师毕竟是在 苏卜世界视线吧 他知道我们苏卜世界人 都喜欢要点小面子 所以呢 他话说的比较柔和一点 恐难生 其实就是不能往生 你觉得这不行的 但有的时候 他也不讲面子 说若做如此 安心起行 纵使苦力身心啊 日夜十二时钟 既走既坐 如智投然 欲依此求生 彼佛净土者 此必不可以 不讲不可以 还是必不可以 毫不含糊 这大师就是大师 什么话都给他说到了 柔和一点 也给他说了 恐难生 说必不可以 也给他说到了 说白中西的一二 给你点信心 也说到了 千中西的三五一 说千中五一 都说到了 这就是看你的根基 看你根基成熟了 就说此必不可以 看你根基还不太成熟 怕这句话 哐唐一棍子下去 又打得脑溢血 没了 大师说 我还是要把你救活的 不能给你打跑了呀 所以说恐难生 还有商量的余地 那你就可以留下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商量 到最后 河畔拖出的时候说 此必不可以 所以讲到此必不可以的时候 那就说明你进门了 就入室弟子 他还你讲恐难生的时候 你还在门外着呢 所以我们不要听到 不是还有点希望吗 你像赖在门外吧 你就是搞这个 所以这个说话 就是门里和门外不一样 自家人 你讲那个刀刀见骨的话 对不对 你还没到时候 那就是给你 就稍微牵着一点 接下来 故事如来选要法 这是解释什么呢 文说阿弥陀佛 支持名号 选是释迦摩尼佛 我们选说 你搞杂心杂修 我们一般人自己选选什么 绝大多数人 包括本人 都选那个杂心杂修 说这样 功德多 这样修得大呀 这个咒那个精 释迦摩尼佛说 算了算了 你这个武术是凡夫 小眼都是着眼 红花 看不清 你别选了 我来帮你选嘛 哎呀 那感情好 释迦摩尼佛 你帮我选 那感情好 很多人还不乐意呢 我自己选 那你选的是什么 随缘砸善 释迦摩尼佛说 不要随你缘了 我来帮你选 释迦如来选要法 要是 这个必要 紧要 关键 唯一的意思 什么法呢 教念弥陀 专附专 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专而又专 教念弥陀 就是文说 阿弥陀佛支持名号 所以上海大说 上海大说了 他解说呢 你文实家牟尼佛所说 极应支持名号 你佛教你的 所以加一个字 你应该 极应支持名号 文说阿弥陀佛支持名号 这就是选要法 选了一个支持名号的法 接下来 这个专附专呢 就是解释一心不乱的 这个 信也要专 行也要专 一天也要专 七天也要专 现在专 未来也要专 外表专 里边也要专 安心也专 起心也专 这才叫专富专 总之 这一个专字 到哪儿都不能离开这个专 后面说 七日七夜 心无间 这样七日 若一日若七日 心无间呢 是不间断 不间杂 也就是无间修 这个专富专呢 是无于修 这是无间修 选要法 是恭敬修 这唯一的嘛 要法 常识起心 必皆然 这是呢 常识修 这段话里边 就有四修法 同时呢 也有安心 三心四修 都在这个当中了 专富专都包含了 临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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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花 现 这是讲什么呢 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 一路盛中 现在其前 身心 踊跃 坐经年 接下来 坐时 既得 无身人 这是 这是什么呢 这段就解释 世人 忠实 心不颠倒 因为你坐在莲花台上 身心踊跃 坐经年 身心踊跃 还会颠倒了吗 很欢喜 欢喜踊跃 坐上金色莲花 一坐在金色莲花 都无声乏人 无声乏人 才是不颠倒 如果没有这么无声乏人 都是颠倒的 颠倒见 坐时 既得无声人 往莲花台上 一坐小腿一盘 当时不会盘的 在下面 对不对 还要说 这一辈子都没盘过腿 吓得老了 这个关节炎 这腿一盘不了 结果死的时候 还去过 哎呀 阿弥陀佛一来的时候 下腿一盘 就上去了 而且还是双盘 啪就上去了 哎呀 坐时 既得无声人 高兴了 腿上一盘 心里边 咔 都无声人了 一念迎降至佛前 所以既得往生 阿弥陀佛基督国土 上海大师 这解释 你读起来 爽得很 法律讲义 敬来桌 震得不退 入三弦 你到极乐世界 法律就观音大义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师菩萨 拿了 把衣服拿来了 为什么 就像我们老百姓 到了部队 穿军的时候 老百姓的衣服 就脱掉了 把这个服装 往里加 现在到极乐世界 瘦博世界 老百姓衣服 别穿了 现在我们法身大事 把衣服拿来 给你穿 这是形容的词 其实并没有来穿衣服 这回事 但是这样讲的比较亲切 因为我们就是脱了 穿了 到极乐世界 梁胎的一层 梁花的一化身 自然就是 那个法衣 自然的就是 穿好了 就是佛的衣服了 好 我们再看观经书 615页 第五方说什么呢 又如弥陀经中 一日七日 一日七日 就是弱一日 弱七日 对不对 专念弥陀名号得生 你看 就是把 知识名号 一心不乱 这八个字 就解释为两个字 专念 是不是 很简单 很明了 体现在这个地方 你说 说一大堆 你还讲不明白 他也没谈什么一心 这不谈上 也是讲专字 一日七日 然后呢 文说阿弥陀佛 支持名号 一心不乱 这么一大堆字 就解释为两个字 专念 专念弥陀名号得生 所以 这里我们就知道 以上的大师的解释 一心不乱 就指 专念 所以法师在里面说 专不专 这里说专念 很明确 再看481页 这都是上大师 对这段经文的解释 上大师对阿弥陀经 这段经文呢 解释了很多 在整个五部九卷里边 他解释了 七八投尸处 第二段 阿弥陀经文 佛告舍利福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说阿弥陀佛 极硬支持名号 我们上大师说话 就这么爽 经文当中说 文说阿弥陀支持名号 他加了一个字 极硬 这是应该的 你就应该支持名号 那么这个 从哪家来的呢 就从前面 众生文哲应当发言 把那个印子 就提到这来了 他不是没有来历的 说这个才应该的 应当发言 还应当支持名号 极硬支持名号 一日乃至七日 一心怨生 你看 这里一心不乱 他就说一心怨生 所以这个极硬这两个字呢 是极硬支持名号 极硬一心怨生 是何在快的 前面说文说阿弥陀佛 众生文哲应当发言 怨生彼国 那这里说一心怨生 就是这个印这个字啊 它是戴帽子底下扣两句话 极硬支持名号 极硬一心怨生 所以这里我们列出来 是说明什么呢 所谓的一心不乱 就是一心怨生 说明这个一心是安心的 那么支持名号呢 极硬支持名号 也是在安心的情况下 一心怨生的前提下 来支持名号 是很简单容易做到的 好我们再看652页 又劝一切凡夫 这是应该 这是从第二号开始 即弥陀经中 讲弥陀经的 弥陀经中 释迦佛赞叹 极乐种种庄严 这是极乐五位内盘界了 又劝一切凡夫 这是教练弥陀 专服专 你看 一日七日 一心专念 弥陀明号 定得往生 这本讲的很简单 一心不乱 就是一心专念 很容易 接下来 你看 这黑体字的地方 一切凡夫 不问最福多少 十戒九经 但能 上近百年 下至一日七日 这是不是讲 一日七日 讲阿弥陀经的 这一段 这整个前面后面 都是解释阿弥陀经 然后说 一心专念 弥陀明号 定得往生 必无一业 就讲一心专念 就是专字 所以一心就是专念 专念一心 一心要专念 专念就是一心 就是这样 那么这里说到 不问最福多少 所以你还要去谈 如果把修福业 这个杂心杂修 种种福善之业 准备多善根的话 上海大说 这个不谈这个事 不问就是不谈的事 不谈这些 你把佛来佛 不问这个事 你修的大 对佛来佛不问这个 只问你念不念佛 所以这也很显然 你拿这 就是你自己讲的东西 不问罪福是多少 这个 说有罪啊 这样能往生吗 我修的福报很多 我善根够了 这样能往生吧 然后阿弥陀 听到这些话 都不开口 也不问 既不问你的罪 也不问你的福 当然我们跑去 老师哪这个 问阿弥陀佛 阿弥陀 你看我罪这么多 能行吗 你又在问罪了 阿弥陀 我修了这么多福报 差不多了吧 又在问福了 阿弥陀说 不问罪福 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段 就知道呢 余行为多善根 这是不存在的问题 因为不问 八百三十五月 倒出第二行 又如四指弥陀经中 又讲阿弥陀经了 佛言 若有男子女人 或一日七日 异心专念弥陀名号 异心专念弥陀佛名 你看又讲异心专念 没有讲什么 把不乱这两个字 统统就拿掉了 就讲异心专念了 其实要讲也是很简单 其实临命中 是阿弥陀佛 余助身众自来迎接 既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佛言 我见势力 故说此言 这个是利益我们的事 如果搞异心不乱那么难 他能讲我见势力 故说此言吗 你说完之后 我们都得不着 释迦牟尼佛 开个空头支票 我见势力 这是利益给你的好处 故说此言 这也是讲异心专念 很简单 在839页 道次第二行开始 六方各有横河沙等诸佛 皆书舌遍覆三千世界 说成事言 若佛在世若佛灭后 一切造罪凡夫 但回心念阿弥陀佛 愿身净土 上尽百年 夏至七日一日 是身三身 一身等 命运忠实 佛誉慎重 自来迎接既得往生 这里就把一心专念 一心不乱解释为 但回心念 你只要回心念佛 这就是一心不乱了 这多简单啊 原来疑惑不信 现在回心 要明信不移 原来杂行杂修 现在回心要专修专念 原来是求世间福报 现在回心要专求往生净土 这叫回心 你只要回心 但是只要 但回心念阿弥陀佛 多容易 哪有那么难 什么禅定不禅定的 所以没那回事 什么禅定不禅定 道俗第三号开始 又如弥陀经云 若有众生 文说阿弥陀佛 极应知识名号 又有一个极应 若一日若二日 乃至七日 一心称佛不乱 命运忠实 阿弥陀佛 于助慎重 现在起先 慎重是心不颠倒 既得往生彼国 不很简单吗 那么这里呢 也没多解释 一心不乱倒是有 它是放了 就加了两个字 一心称佛不乱 就说你称灵阿弥陀佛 如果我们上下一对照 一比较 这里也是很简单 称明 就专的意思 也就是专 前面讲一心专念 再讲一心称佛不乱 这什么不乱呢 不止你禅定心 就指口称阿弥陀名号 专 再看九百一十六页 翻过来 看黑底字 云和明护念 若有众生称念阿弥陀佛 护念经嘛 这也指阿弥陀经 若七日即一日 这讲若一若七日的 下至失生 乃至一生一念等 必得往生 这里有讲到 要怎样 一心不乱吗 都没谈 也就是呢 一辈子尽行受 也就是专修念佛 也就是专的意思 所以我们通过 这么多的证文 就知道呢 上海大师解释阿弥陀经 所讲的 所谓的一心不乱 就是专出专 就是一心专念 我想通过引用这十段经文 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吧 还有一段 在四十八十页再翻一下 倒数第四行 因为跟护念也相关的 因为护念者即是上文 一日乃至七日 称佛之名也 就像称 就是把这个 简单解释个两个字 称佛名号 称佛就行了 不那么复杂 没那么难 我们引了上海大师 对阿弥陀经这段经文的 十条的解释 来说明 这个一心不乱 只是一心专念 就是专念 称佛名号 好 今天这一课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阿弥陀佛